1月2号,亲身经受过共产主义迫害的选民阮先生 身穿军服出席了加州城县的航廷顿海滩的反窃选集会 他表示,当年因为越共的残酷迫害 他必须乘坐小船逃向自由的美国 他以自身经历诉说共产主义将带来的危害 他表示,共产主义欺骗人民,剥夺人民自由 当前,由民主党掌控的加州 各种防疫规则导致人民的经济和生活品质遭受损失 不少民众因此感到有如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专制独裁之中 而拜登若当选总统,将严重侵害美国的民主价值 如果民主党或拜登参加总统,我们将成为共产主义国 集会民众表示,即便无法出席1月6号在华盛顿特区的集会游行 也将参加在南加的反窃选集会 为民主正义尽一份心力 新唐人记者郭约希、王滋毅呈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